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現年67歲的立法會議員梁耀忠 在昨晚正式宣佈了 不會競續連任下屆的立法會議席 而他所屬的政治團體佳宮 也決定不會派員參加立法會選舉 換言之梁耀忠昨晚等同宣佈收山 將會結束接近25年的立法會議員生涯 昨天佳宮那篇聲明說到 說為了表明並非戀斬議會席位 以及保持民主派為了爭取更多議席的團結 決定不會參加今年的立法會選舉 實情這個決定是做得非常之對的 在較早前佳宮本來打算參加民主派新界西的初選 但是他們在參加初選的同時 也強調即使在初選當中落敗也好 仍然會報名參加正式的選舉 這種做法就是等同徹底破壞了民主派的初選機制 完全是踐踏民意的 這種輸打贏要和違反民主的做法 就招致了網絡的一片麻聲 很多網民對於梁耀忠和佳宮都是口誅不伐的 甚至乎有些KOL都參與了批判一份 終於去到昨晚梁耀忠力玩狂懶 決定不再競逐連任 總比是磨爛隻好 也不需要背負破壞民主派初選機制的惡名 實情梁耀忠自從1995年擔任立法局議員開始 就已經連任至今了 當然除了97年的臨時立法會 無法坐直通車以外 他在98年重新進入立法會 就已經連任了六屆 那什麼都做夠了 是時候也是讓新人嘗試一下 我絕對無意年齡其事 一個人如果有能力的話 做到多少歲都沒問題 比如說馬來西亞的首相敦馬馬哈迪 他做到93都繼續做 比如說美國總統特朗普今年都73 還是老過梁耀忠 但是梁耀忠做了立法會議員這麼多年以來 似乎他就越來越做不到市民對他的期望 尤其是在今屆會期之初 當要選舉立法會主席的時候 因為他就是年資最長的議員 本來就是陶謹申 但是因為陶謹申和梁君彥 走去競逐立法會主席的位置 故此主持一職 就交由梁耀忠去做的 但是他竟然是 林鎮退縮 棄甲義兵 就交給石禮謙去做主持 這件事在當時 就已經惹來了很大的爭議 也引起了很多市民的反感 因為梁耀忠作為一個反對派的立法會議員 原來是被人展示得到 那個抗爭的意志是這麼薄弱的 原來在擔以重任的時候 是會選擇逃避的 這些完全就是不稱職的立法會議員 你不是建制派 你是反對派 所以在當時已經開始為人救病了 去到去年的七一 他更加是被示威者批評他左頭左勢 故此他決定不再競逐連任 絕對是一件好事 再加上他已經擔任了立法會議員的職務 25年那麼久 以前在街工跟開他的尹兆堅 轉了去民主黨之後 都已經做了立法會議員 他還在做的 而且他下面的人仍然是沒辦法上得到位 這件事其實就證明得到 本來在梁耀忠旗下 也有些人是可以擔任立法會議員之材的 只不過由於他沒有打算交棒給新一代 故此那些人才都選擇過檔 這對於一個政治團體來說 絕對不是健康的現象 由你一個人擔任那麼久 豈不是等同於民協 長期都是馮檢基阿基一個做了 這個立法會議員 變成是一人黨 只會越做越縮 至於梁耀忠決定收山 對於民主派在新界西的選情 絕對是有利的 起碼少禁一張名單去分散票員 大家可以看看過去六屆的立法會選舉 本來民主派就是佔有一個絕對的優勢 但是選選一下去到最近一兩屆 可以用一塔糊塗來形容 在98年第一屆立法會選舉 新界西只有五個議席 民主派佔了四席 去到2000年 加了一席有六席 民主派仍然佔有四席 去到04年和08年 新界西就加到八席了 民主派當時仍然穩佔五席 八席五也仍然有一個優勢 但是去到2012年 加到九席開始 民主派就選得四席 去到上一屆16年 又是九席選中四席 到底最近那兩屆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 就是因為民主派首先有太多名單 第二就是因為配票不平均 導致有個別的名單 票數特別飆青 但是其他的名單 就因為不夠票而墮馬 而且就說因為太多名單去參選 就互相扯散了票員 實情在2012年和2016年兩屆選舉當中 民主派在新界西的總票數 都是多過建制派的 但是選完出來的結果 議席比建制派還少 故此為什麼初選這麼重要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初選就是限制那些名單來入閘 如果你選完這個初選以後 你又說輸打贏要再去報名參加 那就變了 會重蹈12年和16年的覆設 所以梁耀忠現在決定 不敬續言任絕對是好事 當然 對於那些決定繞過初選機制直接報名的那些 號稱自己是民主派的人 大家也要多加提防了 至於建制派在新界西的選情又如何呢 他們有五個現任的立法會議員 分別就是民建聯的梁志祥 陳恆斌 工聯會的麥美娟 何君耀 還有就是田北辰 根據HK01的消息指出 有關方面認為今屆建制派的立法會選情是未許樂觀 故此就不再力保田北辰了 實情這個也有跡可尋 因為田北辰在過去的一屆 他實情也發表了太多的意見 是沒有跟著主旋律了 被譽為建制派的壞孩子 既然你都這麼壞了 你經常都不跟著主旋律說話了 有關方面如果在選舉部署上傾向保守一點 要力保四個議席的話 要選一個人來放棄的話 那當然首選 要放棄的當然是田北辰 而且田北辰本人 選情也是非常吃緊的 有幾個原因 第一就是他本人退出了葉劉的新民黨 自創了一個組織叫做實政園長 但是 新民黨本身都有多少的票員 在中產和紀律部隊那時候 本來葉劉打算去新界篩選 然後港島區的議席 留給陳嘉佩來接棒 但是由於去年發生了這麼大件事 所以這個念頭就打燒了 葉劉就繼續埋懼在港島 這些票員究竟是怎麼算好呢 現在HK01就說 原來有關方面就打算撮合 新民黨和工聯會 就由新民黨的莊腳 幫工聯會的麥美娟來抬拳 那你說是不是 真是夠噁心呢 工聯會就代表這個基層的打工仔女 新民黨代表中產的 本來就是大纜也扯不來的 但是現在因為選舉的需要 就要硬地拼湊在一起了 實情建制派的操作 一向都是這樣的 新民黨吃了公民力量的時候 就是這樣 新界東位於沙田區和西貢區 最活躍的公民力量 本來的政黨設定 就是要代表基層的選民聲音 但是就被你這個代表中產的黨吃了 好了 那現在你又是要 幫幫這個工聯會來抬拳 好了 至於 這個鄉事派又怎樣呢 原來16年的時候 鄉事派曾經幫過田北辰 但是現在 不好意思 這些票數就要過戶被何君曉了 所以田北辰這次真是傷失了 既是沒有了這個新民黨的支持 亦都沒有了鄉事派的票員 那麼到底他那七萬多票當中 是可以剩下多少張票呢 啊 憑著著他自身的力量 是可以吸引到多少個選民呢 若然有關方面真的不去力補他的話 當然啦 在去年的區議會選舉當中 至少有三個選區 其實田北辰那個政黨實政元卓 都是跟建制派撞了區的 那麼有些人就說 當時你這樣做是為了什麼呢 是為了選舉呢 還是為了幫自己試一下 在地區上的票數是如何呢 當然就眾說紛云 但是也反映得出 田北辰就不是任人宰割的 當然啦 建制派在這個協調上 一定是做得最好的 因為 背後就有隻有型之手來協調的 所以民主派在這個控制參選名單方面 一定要下足功夫才行 太多名單 只會自炒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